大家好,我现在是在荷兰的郑州 今天这个视频呢,主要是带大家来看一看郑州以及石家庄的城市建设风暴 那么沿着这个铁路的沿线风景 现在大家看一看荷兰第一大城市,郑州市的城市建设 郑州市荷兰省的省会城市,中国的特大县城市 中原城市核心区域,国家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 在全国所有城市排名当中呢,是排在前20名的 郑州呢,也是中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 历史文文景点众多 市区总面积有7567平方公里 长住人口1260万 城中化率78.4% 目前一共下辖6个区,5个市,1个县 别称山都 它也是中国铁路新站的所在地 这里的交通非常发达 尤其是郑州火车站能够通往全国所有的省会城市 这里的高楼大厦也是非常的繁华 我现在坐的是直36次列车 直接到达北京西站 始发站是广州,终点站是北京西 全村一共是21小时38分 途中经过了长沙 武餐 郑州 以及北京西 郑州的基建能力也是排在全国前十的 可以说是实力非常的强悍 在校大学生呢,苏联呢,也是位居全国前五 所以呢,一个城市发不发展,主要是看有没有优秀的人才 所以郑州作为荷兰省的第一大城市,它是不缺人才的 你看,都在这里热火朝天如河如土地进行建设 一座座,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无不见证者郑州 快速的发展和崛起 这也是中部六省排名前三的城市了 而且郑州也是一个非常有着人间烟火气息的城市 小吃人文景点是数不胜数 先后获得的荣誉也是挺多的 比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中心城市 世界二线城市 现在火车已经进入了河北省石家庄市 石家庄简称石,它是河北省的省会 全省的政治、经济、科技、金融、文化和信息中心 它是国务院批准实行沿海开放政策和金轮队外开放城市 地处中国华北地区 全市一共下下八个区 十一个县、两个县级市和两个国家级开发区 总面积有13504平方千里 厂租轮口有1039.42万人 石家庄的城市建设也是十分的气派呀 也是一转转的高楼大厦 不过石家庄呢 它是一个二线城市 在全国排名的也是30多名 相比郑州而言 还是差那么一点实力的 不过获得的荣誉也是挺多的 先后获得了国家森林城市 全国文明城市 中国绿色城市 国家卫生城市 中国宜居业城市 等等 而且石家庄的荣誉也是很发达的 它这里的凉、菜、肉、蛋、果 也是全国的主厂区之一了 它也被国家确定为优质小麦生产基地 素有北方凉仓的支撑 而且石家庄这里的铁路也是十分的发达 它是中国铁路运输的苏牛之一 也是金冠铁路、石台铁路 石的铁路 三条干型的旅客运输 货物到发转转任务到列车边界 运行组织工作 不过它的交通的同样也是没有振作这么发达的 但是整体上来说呢 也是国家非常重要的一个铁路干线吧 整体上来说 石家庄最近几年的发展也是非常的迅速的 从这些摩天大楼和高楼大厦来看 也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城市 大家觉得相比起郑州来说 这两个城市有明显大的差距吗 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仿常明不明显呢 好,接下来我们就沿着这个铁路的风景 带大家继续看一看石家庄的城市 因为郑州这座城市呢 我已经是拍了好几个视频了 想看郑州的这个发展的 大家可以在我的前几个视频看一看 现在重点来看一看石家庄的建设风貌 这也是北方排名第二的神秘城市 所以呢很有必要 大家来全程的看一看它的一个建设 城市风貌 城市风貌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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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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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